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包的这个天赋 没事 你的天赋不在于此 你的天赋在其他方面 谢谢你 你给我们的情绪价值远远高于你的天赋 对 提供情绪价值也是一种天赋 那绝对的 谢谢 提供情绪价值 来整活整活 哎呦我的妈 来来来 这个东西不太不太寻常看一下 这跟Poker还不太一样 嗯 画了好多东西 对对对对 这个是我在小朋友画的 看起来像是一个魔术师戴着高帽 在个舞台上 对 那就发现每一张都有 但其实有一点都不一样 就是它是一个动画 你这样剥下来 它会魔术师 哇 从帽子里拿出一个像兔子耳朵一样的东西 对 但关键在于呢 因为是它这样排列的 所以这个Poker的顺序不可弄乱 嗯 你弄乱了那个动画 这个动画就不对 就不对对 好 所以它这个扑克牌就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 好 你随便说一张牌 那个黑桃酒 你你为什么会说黑桃酒 呃 因为我喜欢这个数字 而且我喜欢这个 但是但是你是随便说的 对对 那你觉得我我儿子会知道吗 因为这扑克牌是他画的 他不会知道 我刚刚其实动画没播放完毕 你看 你看 这个魔术师这样 这样子把他的帽子拿下来 然后手伸到里面 拿出像兔子耳朵 其实不是兔子耳朵 是一张扑克牌 然后这张扑克牌是 黑桃酒 黑桃酒 哇哈哈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你什么高我 行的没 行啊 我一跳 一下醒了 这个人 啥意思 咱们干嘛 他们发疯了吗 你太激动了 没事我去看一下 你们笑什么笑的这么开心 没有我们刚才就叫叫咆哮 什么东西啊 我们刚看了一个魔术 很炸 可不可以再来一次 你让他看一下 好 这个扑克牌是我小孩他画的 嗯 他看起来像是一个舞台 上面有一个魔术师 戴着高帽子 嗯 然后呢 你这样拨过去之后 它是一个动画 哦 但就因为他有这个动画 代表这个扑克牌 它是不是就是 一定要按照顺序摆好 嗯 因为如果他乱了那个动画就 嗯 对对 这个你理解吧 理解 你很聪明 随便说一张牌 梅花舞 梅花舞 为什么选梅花舞 随便说的 随便说的 嗯 好 现在这样子我把梅花舞放在这边 我把它拿到一边去 然后呢 刚才那动画没有看完 好 他就是将帽子拿下来 然后从里面拿出一张扑克牌 啊 啊 你怎么会这样 啊 哈哈哈哈 哈哈 他的反应比我越想的小多了 怎么做到的 再来一张 我不能告诉你怎么做的 哈哈哈 再来一张 我不要 再来一张 我不行啊 不得那么多是真的 啊 魔法制用完了 一天卸亮了吗 那个得 你知道我刚刚以为 等进来cd呢 那你玩过这个吗 就是有一条线那个 没有什么 没玩过 我可以展示一下 你看 然后这里有一条线 你把我手举起来 就把我两只手这样举起来 对 然后放在你面前 然后你咬住 这手要放点 这手往哪摔 对 这手往哪摔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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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这个好好玩哦 哈哈哈哈 什么期待半天我觉得 啊 你们根本看不到线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对啊 所以啊 我在期待什么特点 我才是魔术师 我说这里有一条线 我没看到是干嘛 你没看到吗 我来给你 我这里有一条线 你把我手抓起来 你把我手抓起来 你脸过来一点 然后移到你面前 你咬住 这个手放掉 这个手放掉 然后这样往这边拖 不是你抓着我的左手 往那边拖 我都玩事了 你为什么还要再来 他没干懂 我好喜欢这个哦 这比魔术有趣多了 谦歌下次就表演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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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学到一个东西了 你们这感觉很欢乐的样子 哎你给小梅哥表演一下 你敢吗 我敢啊 挺厉害的这魔术 就这里有条线 哦 然后这样你你抓着我的手把线举高 举高再然后来个猛的 然后往你往你的嘴巴上边放 挺厉害的 然后把这手放下来 不是你头伸过来一点 把这手放下 你让他咬住 要要要要要要 咬住要咬住 你要咬住我的线 嗯 然后拽着我的那个左手往那边拉 我左手往那边拉 我就知道你啊 我还 他预判了 哇 你真的我傻呀 我被骗了 我被骗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准备差不多了 包子春卷捞菜都带上 好嘞 装车 加了一点酥肉哈小明哥 好 杂酥肉可以多卖一件 我看他不够卖 还有煎饼 好 甜品 零块 杯子拉了没有 我带了我带了我带了 出发了 拜拜 待会见 走了 我 我不能 我 我 你 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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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